最后一个蛮珍贵的问题 这个吗 对 有没有因为压力大 哭过 就别人对我的期待 我会觉得我很难 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撑不过去的呢 其实再难撑一撑其实就好了 所以我不会压力是有 但我从来不会被压力所压到 我会觉得在我的本身当中 我会自己会形成一种 对于我自己的压力 因为如果不够好 我怎么能够对得起别人 对我的期待和对我的这种看重 所以说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压力 哇 谢谢罗敬 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 我们这个粉丝们可以说 给他们提出来的这十个问题 当然问题有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今天通过这十个问题 大家也能够了解到 在这个戏外 罗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包括他在过去的十年 自己是怎么怎么成长起来的 会有什么样的声音